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 叫做危机处理 各位我们都知道 最近最近这几天 台湾没大事 只有白半之乱 所以从白半之乱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店家还有学生 他们同时都遭受到对方的一个攻击 我们会把这一种情况叫做什么 危机 危机 而这种情况 然而一般我们也会叫做日主受克 也就说老板他面临到 挺学生的网友的霸凌 学生面临到挺老板的网友的霸 他们双方其实都面临到所谓是非官非 也就是在日主受克的这一种情况 然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两边他的一个处理方式 其实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老板其实是非常想要平息这种争端 所以学生来跟他和解的时候 拍个照 对吧 和解 这样就没有事 对不对 这样就没有事 结果 学生一回去 想想 心不甘情不悦 隔天发个声明稿 说 那个叫我们去照相 是学校逼迫的 怎样怎样 都开始一个一个反驳 也就是说 学生在面临日主受克的时候 他采用的是什么 对抗食伤 但是 各位你就知道 当他采用食伤 我们都知道日主受克 我用食伤克关 但是他的食伤 要一次的把他k掉 一次性的把他k掉 否则的话 你没有把这个官杀一次性灭掉 这个官会反扑 老板他一直要跟你讲和 然后 也打电话跟你讲说 你们来跟我讲 讲清楚就好 结果各位学生不领情嘛 还有很多网友就去挖 老板之前的这一些私事 老板到最后受不了 每天有人打电话来骚扰我 然后又挖我以前的私事 我好不容易平复了 结果 你这样子又让我受伤 所以老板到最后他采取的是什么 关闭他的电 关电 而关电其实就是 硬心 我已经容忍了 我不用了 我就容忍就好 你们讲我什么都好 我错了 我不该让学生吃不好饭 这是我店家的错误 他开始退让 可是他退让是用硬心 各位 他的这一步棋下的非常非常漂亮 为什么 其实各位你要知道 他的一个预定都已经到八九月 所以这一家店的业绩不会差 而且这几天又这样吵的时候 其实他的业绩是很好的 他的业绩是很好 各位 所以其实老板来讲 严格来说他是有获利的 但是他不想再让这一件事情 再继续延烧下去 收定会烧到他家人 他的孩子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决定停电 那个把他的电停掉 暂时歇印 好了 各位 当老板以退为进 这时候我们都知道 老板这一边他是官映相生 所以 这时候 各位 他用以退为进 日主受克嘛 以退为进 这时候 很多人就会开始 同情老板 你看他单亲 然后15年前 又出了一些意外 一个人在这一边 努力养家活口 还开始 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风向基本上都已经 慢慢转到那一边去了 风向已经完完全全被老板抓到了 所以当老板这一招的时候 各位 他现在业绩很好 但是他都跟人家 只要有人找他 他都会很谦逊有理 你好 这一招很 这一招非常厉害 当然7月16号以后 他就停业了 他就员工 就支遣费全部都发了 其实他就要准备休息一阵子 等这个风波过去 其实再开业就OK 然而学生这一边 各位 学生开始怎么说 不老实的商家 关掉最好 他们还是持续用食伤攻击 他们还是持续用食伤在攻击 但是各位 烧到他们的火焰越来越高 因为他压不住 他们只是强词夺理 他们是压不住的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你又去攻击说FB都是老人 好啊 你都说我们老人 你高学历是不是 挺老板的人 原本就觉得老板真的很可怜 这时候你们在这样子 去攻击的时候 更激怒了这一群人 所以这一群人完完全全 就往了学生这一边 开始像我所讲的 无限上纲 他已经不管是非对错 他摆明的就是给你讨一个 叫做道德标准 他现在扣押的是道德标准 你学生翻不了身 这时候 全部就灌到哪里去 这一些负贫 全部灌到学校的粉丝团 所以学校粉丝团全部都关起来 受不了 一下子灌了2万笔 全部都在骂我的 我怎么可能受得了 然后 你粉丝 然后就把你的学校 你不是很喜欢刷人家负贫吗 我刷你负贫 学校可以给他几颗星 变成1.5星 这时候 他就说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你当时候刷人家负贫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做 我为什么不行 你双标 开始全部往学生这边打 张磊云你好 所以 各位 他只会越骚越旺 而你假如再慢慢的去看 现在低卡的一个风向 已经不再像之前 学生 哇 这样子气 气 全部都是你们这些人乱搞的 很抱歉 他慢慢慢慢的开始 有不一样的声音出来 原本的学生都 其实学生 他们 叫做自以为是 你不要以为低卡 他是一个什么 比较新的论坛 我问你 他的注册是比较先进吗 只是说他比FB还晚出来 所以你们去接触他 可是他注册的方式跟FB一模一样 你以为 你以为会用FB的 他对于低卡他没办法去注册吗 跟你说 一样可以注册 是你搞的我过去的 所以到那一边就会慢慢的 变成 FB这一边已经基本上打不赢了 那个学生已经完全被淹没了 只有偶尔会看到几条挺学生的 可是低卡已经慢慢的 从原来 9比1 慢慢的 7比3 这一种的模式开始慢慢的起来 也就是说 他们会变成低卡 往内互打 一旦往内互打 你就知道一件事 学生到最后一定是要出来道歉 这就是我 昨天讲 他一定会延烧 老板这一招很厉害 以退为进 所以所有的怒火 我已经觉得老板可怜 你妈你们现在 第一个妈不是很爱吃饭 吃到妈人家员工没工作 人家还要养家活口 你们有没有道德标准 所以用道德标准来扣的时候 慢慢慢慢的 学生会越来越没道理 然后开始你把人家的东西挖出来 人家会不会挖你东西 开始就说 我以前去排饮料 他就跟我说等一下等一下 有害我在那边等50分钟 还等到客人 全部走了才要做我的饮料 下一次再这样我就要叫消机会来 各位 他以前 学生以前就是这一种态度 你以为你可以插队是不是 人家当然在把你前面的客人用完 他才能做你的东西 所以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 再把你拉上去的时候 你以前怎么去搞人家的 人家就怎么来搞你 而且你只是学生 你顶多是时间多 人家是专业的 各位人家是专业的 你搞得赢 还想说把这一件事 炒学生那一边 还想要把他操作成是政治事件 把这一件事 把他抛给徐晓芯 让晓芯去爆料 操作成是政治 各位 这种的对话内容都会被截下来 然后贴在上面 当这种东西人家一看的时候 人家已经不管 当时候是怎样 你就算有理 全部都把你搞成就是小屁孩 好 现在已经烧到学校了 烧到学校 那这样子看你们怎么办 学校一定 必定我说过了 严重的话 连带校长要把这些一个学生 全部拉出来 对社会大众高 道歉 而这就是我常常跟你们讲 日主授课 我希望你们在处理日主授课的时候 用的是硬 还有笔 而不要用食伤 食伤 你脚有把握的话 就是一次性把对方KO 让他不能再起 你才有 你才能够用 否则各位 从这一次的事件 我们可以知道 学生也有在反旗 老板他也有在反旗 他刚开始也是反旗 对不对 然后他跟 简单的讲 他的立场 我跟你说 那个员工一定很挺老板 了不了解 他刚才说 你们几个人进来怎样 因为老板就不在现场 所以他只能听员工讲 员工也不可能去数 到底有几个 他只知道他20几个 他妈快30个40个进来 所以老板当然他就是这样子去讲 所以到最后 人家就说老板说谎 其实不是老板说谎 了不了解 这一件事本来 一群人下来 老板又不在场 他一定是听员工 你以为监视器可以看到全部的人吗 他只是一个定角而已 不可能 开始抓语病 所以来讲 就会说老板说谎 怎样的 好 就是讲这一些 老板不补饭这一些 你这一些 或许刚开始 人家你会占上风 可是很抱歉 当舆论 各位 这两种现况的时候 现在是这一边占上风 这边占上风 你的学生 你要怎么办 现在人家会冠上 你北科大 吃饭戏的 吃饭笑 不然就是什么 把人家 吃到一间店倒 反正 人家已经不管 你的所谓的诉求是什么 就算你有理 我们常常讲的 得理不饶人 就是这种情况 你有理 可能刚开始人家还会觉得你有理 可是当你 这一些东西完完全全 人家以退为进 开始变成是一种情感的时候 没有效了 人家已经不管了 反正人家就是直接要干扰你了 所以 你知道学生那个多可怜吗 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FB 每天都会被人家灌 灌爆 就说吃饱了没 给你饭 这样子 很可怜 你才几岁 你才几岁 你以为你受得了吗 你比如说 FB都是老人用的 你干嘛还用个FB 所以你压力也一定很大 你压力也一定很大 这一件事 就这一种情况 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 我时常跟你们讲 日主授克的时候 多吃多喝多睡 当猪养 原因就在这里 你不要去跟官杀起冲突 各位你看 老板他也是有日主授克 因为有很多挺学生的网友去 霸凌他 学生这一边 是不是 也有很多网友 挺老板的网友霸凌学生 同样都叫日主授克 可是各位 谁处理的漂亮 老板处理的漂亮 要不要解 老板处理的漂亮 所以很多这一次 就会出现 社会人士几乎全面都是挺老板 因为社会人士 我出社会了 没有学校的保护 我面对这个社会 我知道这个社会的人情世故 有的时候 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很满意的 但是 忍一忍就过了 这时候学生就会说 你们社畜 奴性很 奴性很高 这时候学生的攻击性 嗜血性又出来了 所以各位 这一个事件 就是学生采用食伤去对抗 所谓的官杀 结果反而被淹没了 被淹没了 所以这一件事 假如照我的一个看法 到最后一定可能要叫校长带着老师 还有这几个学生向社会大众道歉 因为社会大众现在要的不是讲理 要的是道德标准 社会大众要的是道德标准 所以当的事情 各位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 硬心很好用 你什么时候用硬心 当你被人家骂的时候 被老板骂的时候 不要顶嘴 嘴巴闭着 嗯 嗯 嗯 这样就好了 老板见他骂一个 他骂啪 骂一骂气就消了 下次不要犯了 假如你在那边一直跟他 在那边 在argue 说你为什么错这样子 那是因为怎样怎样怎样 各位 因为你就知道 爱顶嘴会怎样 死的难看 爱顶嘴会死的难看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不要做一个得理不劳人 我有的时候也会 对不对 就是吃点亏 没有关系嘛 对不对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这样就好 对 凡事不要那么斤斤计较 为什么 大家只不过是 土口饭吃而已 生活而已 有何必有那么要斤斤计较 但学生不是 他们根本就不愁生活 所以 利己主义 自私 就会在他们的身上 非常非常明显 可是当这些学生毕业了 进入了社会 他们也要受 这个社会的一个 历练 慢慢的 他就会变成是 现在的委员 所以我只能说 为什么在算命 对年轻人 我说过 最少算28 9岁的 为什么 因为太年轻 会有那种傲性 太年轻会有那种傲性 但自以为是 为什么 我自己也经历过那一种 税数 他妈的 我大学生还在那边打工 他妈的老板 就只有高中毕业而已 各位 我大学生我都有这种想法 我大学学历 那个老板才高中而已 我还帮他打工 以后我会怎么样怎么样 各位那时候天真 但是 各位 当你出社会了以后 你就会知道你学历算什么 你的学历算什么 你有学历别人也有 你以为读北科大的 就只有你而已 一堆北科大的 还有台大的 什么大的都有 你要跟人家去竞争 而且不是跟你的同学竞争 还有你的学长姐 这些都已经在社会历练 那时候你就会知道 完完全全跟学校 那是不一样 所以学生其实 在这一件的事情的处理上 就是意气用事 意气用事 我说过了 这就是笔尖的一个特点 一堆笔尖就是打死不认 所以必须要强大的一个 官杀外力 去给他干掉他 所以 各位我就常讲 一堆笔尖 这是日足 这是大运 一个庚金 只能制服一个甲木 我还有其他的 我根本不怕你 骂什么骂 对不对 我不怕你 所以这就是什么 笔尖的力量很强 官杀压不住 可是他只要压住了 这一边 全部都死 各位 所以 往头去压 所以现在很简单 压谁 压学校 学校就是头 你们怎么教育出这种没有道德观念的 只有贪的学生 把所有的这一种的不对 全部 压到学校去 你看你学校怎么办 你学校怎么办 天天在那边删 删留言吗 越删越多 没有校 人家就是要你学校 学校给我一个交代 而且这是什么 社会大众的一个愤怒 把人情事故全部都丢了 不能够因为你是学生 你假如说你高中生 算了 还未成年 你是大学生 所以各位危机处理 不要 老是以为对抗 就有效 这一次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用食伤去对抗 但是现在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食伤就是学生这一块 其实一直在退居下风 反观 老板这一块 也就是学生所讲的 社会人士 老人这一块 你们惹了老人的重物 导致的一个反扑 你们平常都自以为是 为什么你们自以为是 因为你们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你们不要以为你读了 这一所学校 你学了专业技术 你的这些专业技术 你的学长姐 他们也有 外面的其他的学校 那一些也有这种科系 也就是说 他们都已经出社会了 他们不见得会输你 所以你只是活在所谓的同温层而已 所以这个就是会让学生这次误判 就是因为活在同温层所导致的一种误判 这个也是在八字里面跟你们讲 当你遇到了危机的时候 要用笔 就要用印去处理 笔就是和好嘛 哎呦 我们就不要再 再争执了嘛 老板有散出吧 所以 和解 可是你不是 和解完 你隔天发声明被刺人家 结果到最后 搞到老板受不了 好 他关店 休息 用印心 他不再回应任何事 这时候 舆论的压力 老板可以暂时停掉 他压力没那种 可是 全部就压到另外一边去了 所以各位 从这一件事情 你们就知道 日主授克 你们遇到的时候 你们要怎么处理才会比较好 所以躺平不见得是坏事 躺平不见得是坏事 所以各位 不对的时间 不要做不对的事 这一件事的起因 我简单的讲 学生 他就是在不对的时间 做不对的事 所导致出来的一个结果 你只要知道何时该做什么事 退步 海后 海过天空 或许老板在这几个月 他是损失惨重 他下一次再付出的时候 各位 社会会还给他公道的 社会会还给他公道的 当然他自己本身也没有说都是百分之百的对 但是 本来就是 一个小小的纠纷 学生要把他闹成这样 也没办法 他就他也深受其害